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出事了 中共軍方高喊 堅決破除小山頭小圈子 接著是綜合報導 外星人的陰謀?2023真正驚人的發現? 據心頗測 中共又盯上這1.8億人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 今天是美國時間7月9日 星期日 請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別忘了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出事了 中共軍方高喊 堅決破除小山頭小圈子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中共《解放軍報》近日發表評論文章 其中聲稱要堅決破除小山頭小圈子的庸俗關係網 再一次證實阿波羅網此前的報導 7月8日 中共《解放軍報》在其頭版發表評論文章 《八一銳評 用共同的理想 凝聚兵心》 其中強調各級要教育官兵做到任何時候都保持清醒 認準方向 官兵之間要堅決破除小山頭小圈子的庸俗關係網 按照中共喉舌文章要反著讀的常識 這意味著在中共軍隊正在整肅 某些所謂的小山頭小圈子 而且中共軍方認為這些人頭腦不清醒 認不準方向 近來 有關中共軍隊內部出事的傳聞不絕於耳 從數月前 有香港媒體發布消息稱 前國防大學政委 空軍上將劉亞洲 因涉嫌嚴重經濟貪腐問題或遭當局重判死緩 以及近期有關中共火箭軍的系列傳聞 如火箭軍副司令吳國華近日瘋傳 突發腦溢血離世 以及火箭軍司令李玉超被傳於6月26日在辦公室被帶走調查 這些雖然是未經證實的傳聞 但是已經引發外界極大關注 而且從中共官方的報導中 習近平近期密集視察幾大戰區 也讓人感到事情並不簡單 7月6日 習近平視察東部戰區機關 習近平視察中承認 安全形勢不穩定性 不確定性增大 要求增強憂患意識 全力以赴旅行好戰區主戰職能 6月7日 習近平視察中共內蒙古軍區機關 值得注意的是 習近平先後聽取北部戰區陸軍駐內蒙古邊防旅內蒙古軍區有關情況匯報 他在會上強調 要確保部隊秩序正規 安全穩定 4月11日 習近平到南部戰區海軍視察調研 他在講話中 同樣強調要確保部隊安全穩定 短短3個月之內 習近平分別會見了中共東部 北部 南部戰區的高層人物 而且多次強調確保部隊安全穩定 習近平究竟是出自什麼原因?在未公開的講話中 他又說了什麼?令人關注 另外 中共《解放軍報》6月2日的評論文章 罕見承認從思想上 政治上建設和掌握部隊還面臨一些問題和挑戰 顯示習近平認為無法完全掌控軍隊 軍隊中依然暗流湧動 該文章還聲稱 要深化糾風制壁 深化重點行業領域 整肅致力 另外 中共軍方6月印發 軍隊領導幹部 社會交往行為規範 阿波羅網隨即在6月19日發出獨家報導 中共軍隊內部展開大整肅 習近平3個月從南走到北 判斷中共軍隊內部再度開始大整肅 而最新的中共八一瑞平所釋放出的信息 再度證實了這一判斷 外星人的陰謀?2023真正驚人的發現 據大紀元報導 哈佛大學資深天體物理學家阿維勒布表示 他可能從一顆流星上發現了外星技術殘留物 這顆流星於2014年降落在新幾內亞巴布亞海域 在尋找這顆名為IM-1的流星時 勒布與政府合作 帶著團隊駕船 在10公里半徑的目標海域範圍內繞行 最終用磁鐵從海底吸附起50顆金屬球 將其帶回實驗室展開研究 勒布告訴波士頓CBS新聞 當你通過顯微鏡觀察它們時 它們看起來與背景非常不同 這些近乎完美的球體有金色 藍色 棕色等等 大小不到1毫米 對成分的分析表明 這些球體是有84%的鐵 80%的硅 4%的鎂 和2%的鈦 以及微量元素組成 它有甚至比鐵製隕石更堅硬的材料製成 而且移動速度比太陽附近95%的恆星都要快 勒布說 根據計算 這顆流星在太陽系外的速度高達每秒60公里 這表明它有可能是來自另一個文明的航天器 或者是一些技術小配件 美國太空司令部說 它有99.999%的把握認為 認定這些碎片來自另一個太陽系 勒布將這顆流星的星際之旅與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旅行者號飛船進行了比較 我們需要數萬年的時間 才能用我們目前的航天器離開我們的太陽系 到達另一顆恆星 他說 這種物質花了那麼長時間到達我們這裡 但它已經在這裡了 阿波羅網報導 有天文愛好者猜測 這是外星人蓄意到達地球的物證 但不清楚是為了入侵地球還是要窺測人類 CBS報導說 哈佛大學的研究和分析工作剛剛開始 勒布正試圖瞭解這些球狀物是人造的還是天然的 如果它們是天然的 將使研究人員深入瞭解在我們的太陽系之外可能存在哪些材料 假如是人造的 問題就真正開始了 它還有更多碎片需要研究 而且它們搜索船上安裝的攝像機所拍攝的長達數小時的錄像也沒來得及觀看 它相信 這些球狀物有可能是通往更大發現的小麵包屑 據新叵測 中共又盯上這1.8億人 防控三年 導致大批企業倒閉及人員失業 在經濟持續下行的情況下 底層民眾已經不敢隨意花錢了 7月8日 青島市政府主辦了2023青島中國財富論壇 青島市長趙豪志等官員 以及官方機構的多名專家出席了開幕式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 蔡芳認為 戶籍制度改革可以立竿見影刺激消費 蔡芳還作出情景假設稱 戶籍制度改革可以把目前已經進程的1.8億農民工消費意願釋放出來 那個總額度自己做了一個非常粗略的推算 大概是在2萬億以上 蔡芳強調 不管是不是2萬億 但是它是萬億級的 蔡芳的上述言論被媒體報導後 在網路上引發很大爭議 不少網民評論說 所謂的戶籍制度改革無非是讓農民進程 買房落戶 增加消費 但農村人口大量進程背後的社會問題 包括就業 住房 教育 醫療 現在很多城市都無法解決 即使放開 農民進程落戶的意願也不會太大 整天想著如何將農民工那點微薄的血汗錢刺激出來 這兩個問題專家們考慮過嗎? 一 戶籍改變 消費價格上漲 更不敢消費 二 戶籍改變 生活來源更少 哪敢擴大消費 而且這些農民工的未來保障風險更大 這種提法不僅短視 而且害國害民 不知道這專家是沒水平 還是心有叵測 以刺激消費為目的的戶籍改革 就是耍流氓 說直白點 還不是盯上了老百姓口袋中的那點血汗錢 為啥不去盯著那些378個權貴 在國外存款7.8萬億 三年封控搞的底層是一堆帳 還有多少儲蓄?有老有小的 需要用錢的地方太多了 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住房 醫療 養老 上學 失業等問題 老百姓哪敢隨便消費呀?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按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請您嘗試一下 關鍵 NASA It's a meinen 檢查第三點 I'm the top of the channel 拍手 從後來也有增長一段時間 了解 真的非常級瘦 よね im 描述中 感谢观看